在你不注意的時候 YouTube又悄悄的做出很多的改變 不管是面對觀眾的YouTube頁面 還是面對創作者的YouTube頻道設置的一些條件 今天這期影片我就要跟你分享 YouTube在2022年做出了一些關於創作者頻道重要的條件 在看完這期影片之後 你需要你的頻道設置做即時的更新 對你頻道的運營會有更加積極的影響 Hello大家好歡迎歡迎歡迎我的朋友我是 Grayson 希望能夠YouTube頻道在網上導致一個人品牌 歡迎對我頻道算是免費的 就把旁邊小鈴鐺的開 就能夠接受到最新的影片通緝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 也可以找到很多進入描述工具 首先第一個就是手機端頻道手頁的條件 在YouTube手機端上 YouTube已經把頻道剪接頁面的開頭部分 放到了頻道手頁上面 現在在手機端上的頻道手頁 你就能夠看到你頻道頭像 頻道訂閱數 發佈的影片總數 還有就是簡介頁面的開頭部分 像這個部分對於中文字來說 會在50個字左右 所以大家需要去仔細思考一下 如何寫好這一段話 能夠讓觀眾在進入到手機端的頻道手領的時候 能夠快速瞭解到你頻道信息 希望他們快速地做決定是否需要訂閱的頻道 對於電腦端 YouTube還沒有做出任何的條件 所以大家還是要保證做好頻道的封面圖 去展示你頻道核心的價值 從此寫好頻道的剪接頁面 我想知道如果做好頻道的封面圖 我會把教程放到底下描述欄 第二個設計就是 YouTube Shirts 板塊 像YouTube增加了頻道首頁的YouTube Shirts 板塊 它的默認的展示位置是頻道首頁的最上面 如果你頻道裡面還有沒有發YouTube Shirts 或者你不打算在未來發布YouTube Shirts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把這板塊移植到最下面 或者是說先刪除掉 然後你把一些重要的板塊放入到你頻道首頁裡面 這能夠方便觀眾來到你頻道首頁的時候 更好地觀看其他的影片 就給你增加影片的觀看次數還有觀看市場 如果你有發布YouTube Shirts 你可以根據你的情況去決定每個板塊他們的順序 第三個就是影片隨應 影片隨應會出現在影片的右下角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 在我影片的右下角會出現一個點擊訂閱的影片隨應 這個影片隨應其實是一個訂閱的按鈕 如果觀眾點擊這個按鈕就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有創作者會把這個隨應當成是品牌展示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不表示獲得更多訂閱數 那麼建議大家去做出一個點擊訂閱的隨應 就提醒觀眾點擊這裡就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具體隨應的製作教程還有創作教程 我也把它放到底下的描述欄裡面 第四個就是默認上傳基本性設計 在一推影片上傳的時候 你可以提前做出一些默認上傳的設置 這樣會更加方便 你去來到YouTube工作室選擇設置 這裡就會有默認上傳設置 你可以輸入一些描述欄的信息 對於大家可以看到 這我描述欄裡面有很多信息 有我推廣的鏈接還有一些推廣的影片等等 這些都是我提前放在這個默認上傳設置裡面的信息 而不是我每次上傳影片的時候手動輸入的一些信息 然後你也可以加入一些你平時常用的一些標籤 再也要特別強調你影片的公開範圍 你要選擇不公開列出 如果你有經常準時看到我的影片 你會發現當我影片剛發布的時候 最後有一個字體評論 這不是我等在電腦面前 在我影片剛發布的時候 就快速寫一個字體評論 而是我先把影片上傳好 然後設置成不公開列出 在這個時候我就有辦法去加入一個字體評論 然後再安排我影片發布的時間 這樣是更加方便的操作 再繼續說 第五個重要設置之前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你能夠為這部影片頂贊 這樣就能夠讓YouTube上法推薦這部影片給更多的觀眾 同志族的頻道也是非常大的支持 第五個就是默讀上傳高級設置 還是在默讀上傳設置裡面選擇高級的設置 這裡你可以選擇 速度要讓系統幫助你自動劃分影片的章節 這個功能我還沒有使用過 因為每一次我都是手動去劃分我影片的章節 如果你覺得你沒有時間去手動劃分每一部影片的章節 那麼你可以勾選這個選項 就讓系統幫助你劃分影片的章節 因為影片章節的功能能夠更方便的觀眾觀看這部影片 另外這些系統劃分好的章節 你也可以隨時做出修改 當然不是所有的影片類型都需要章節功能的 像是Vlog內容你就不需要劃分章節 所以你不必勾選這個選項 接下來就有一個字幕還有語言認證 這裡新增加了一個標題還有說明語言設置 那影片使用的是什麼語言你就選擇什麼語言 接下來的一個設置就可以讓你更好的管理等評論區 你可以選擇評論的公開範圍為 如果還有不斷的評論需要經過審核才能夠投補 這樣一些不良的評論內容就不會直接出現在評論區裡面 需要經過你的審核才能夠投補 第六個設置就是社區設置 在墨仁深圳的設置底下就有一個社區設置 你需要找到屏蔽之詞 你可以把一些你不想要在評論區裡面出現的詞語 或者是一些罵人髒話 還有一些詐騙信息都可以放到這些屏蔽之詞裡面 這樣即使有觀眾打了這些詞語 並不能出現在評論區裡面 也不會被觀眾看到 極大地保護了你的評論區 還有就是你要勾選屏蔽鏈接 像有很多人會把詐騙鏈接放到別人的評論區裡面 如果你勾選這個選項 這能夠避免觀眾點擊這些鏈接 造成不良的影響 在網右會有一個默點選項 在這裡你也可以管理你的評論區 你可以選擇 如果有不良的內容需要經過你審核才能夠發布 在你直播的時候 你也可以勾選一個選項 如果有不良的聊天信息 需要經過你審核才能夠發布 這能夠很好的維持你直播的時候良好的秩序 第七個就是直播預告片 如果你平時有在YouTube上面直播 像YouTube新增的一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加入直播的預告片 你可以提前拍好一支預告片 然後上傳到YouTube 那你可以把這支影片 試成你直播的預告片 你可以告訴觀眾 這次直播是講什麼的 比較之前的形式 只會展示出一張圖片 雖然有維告片 能夠吸引更多的觀眾 去加入你的直播 這些設置都不難 大家可以馬上去跟進這些設置 除了頻道設置之外 在YouTube裡面上傳也有很多的設置 如果你能了解 如果證據上傳一部YouTube影片 可以去看我這支影片 你會告訴你 我是如果上傳一部YouTube影片的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按個贊 如果你能了解 更多關於YouTube的內容 歡迎對我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想要溝通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 也可以找到很多 精神發想工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